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硅谷全职地产经纪人Claire Chen 在美国,尤其是加州,没有车几乎等于寸步难行 车就像我们的腿一样,去任何地方都要用到车 所以考取美国驾照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里Claire整理了在美考驾照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希望能帮助各位小伙伴们轻松拥有自己的驾照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需要用到的资料 有校期内的护照,美国签证 两份地址文件证明,比如水电费账单,银行对账单,租约等 还有社保号码,但是否有社会安全号并不影响你考驾照 也就是说旅行签证来加州照样可以考驾照 在美国考取驾照的流程简单来说 就是要先通过笔试,再通过路考 笔试可以线上预约或者现场排队进入 共有两次机会,还有简单的视力检测 有需要的话可以戴眼镜或者隐形眼镜 笔试的内容主要是交通规则 各州大同小异,在加州,因为中国人很多 所以还提供中文考试 考过笔试之后就能拿到一个Learner's Permit 一般要等30天才能去参加路考 这期间就可以练车上路开车了 如果你是要线上预约 可以先点进DMV官网 选择Online Services 选择Apply Request下面的Drivers License ID Card Application 这一步开始就开始点击申请Startup Location 语言可以选择中文 申请个人DMV账号 登录后预约笔试地点和时间 选择离自己近的考点参加考试 有了Permit之后会有一年限期时间去完成路考 一般交一次前有三次机会 按法规 Permit持有者在练车时 需要驾零五年以上的老司机坐在副驾陪同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在美国路考需要自己备车 可以开朋友的车或者教练的车参加路考 考试路线在每个周都不太一样 但基本是在考官的指导下开一小圈加平行停车 基本10分钟就结束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车速不要过慢或过快 起步和停车都要注意观察 美国的考官很注重安全意识 建议查看车况的时候 头部的摆动幅度明显一些 考之前可以去考点绕几圈 熟悉路况 练习平行停车 还有几点大家需要注意的 坐上车后 切记先系好安全带 检查刹车 转向灯 雨刷 除雾器 大灯 喇叭等 过四叉路口 一定要动作夸张的左右张望一下 不然考官会认为你没有注意路况 考前可以去门口跟几辆考试的车 摸摸路线 踩踩点 考试时可能会顺利许多 如果考试顺利 你将会在通过后的两个星期之内 拿到正式的驾照 驾照除了证明你有驾驶资格外 还可以作为在美国的有效ID 无论是去酒吧 住宾馆 还是搭乘飞机 都可以用驾照作为有效证件 那么希望以上分享的经验 能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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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了